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市政府积极协调洽谈合作 10月7号重新返回国门广场展出 时间长达一年 拖着行李撑着雨伞 是一位绅士作品出现在国门广场 在明明细雨中吸引不少游客抢先拍照 就很像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觉得哇 跟我们在做一样自己在撑伞 而且基隆又很常下雨 然后做这个装置艺术我以为非常适合这样 感觉上比较热闹 看怎么说 就看起来感觉上比较无法气息 而且我们借着这一次 声势重返基隆呢 开启了一个艺术向下扎根的一个计划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希望呢 跟基隆往后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把美学扎根在这个国门广场 这个国门城市 我们现在下着雨 布展的时候下着雨 大家趁着雨伞经过都会觉得 它就是我们城市里头 跟我们擦肩而过的一份子 感觉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间 11位绅士不论身材彩绘都不同 脸部的线条虽然简单 但能够展出每位绅士独有的个性 也就是在7月7号正式的开展 那我们这次的朱铭老师的作品呢 绅士总共有11个作品 11座 那这11座绅士呢 我们借由这个朱铭美术馆在这个地方的策展呢 找到适当的位置 跟整个国门广场的意向来做一个结合 象征了这个国门呢 是游客还有旅人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港口的意向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借展 不仅仅只是艺术品回归到我们广场 我们也展开了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教育的合作 他们带来的这个撑伞跟托行李箱 也是让我们外地的游客到我们基隆来 就可以看到很符合我们基隆的这个雕像 情境就是下雨 那这些绅士呢 也是撑着雨伞托着皮箱 我们10月13号就解隔了 然后希望呢 这些著名的这些绅士的这些艺术品呢 家长跟小孩们能多多打卡 今年10月城市博览会期间 国门广场出现11位绅士作品 受到民众热烈回响 经过金融市政府和著名美术馆洽谈合作 10月7号正式重返国门广场展期一年 我们著名老师的绅士系列重新回到基隆国门广场 那这是我们跟总理美术馆长达一年的一个合作计划 那我们不只是让这个雕塑重回广场跟市民同乐 另外呢 我们基隆市的国小跟国中的小朋友在一年之内也可以无限次的这个唱游这个总理美术馆 那这是一个艺术扎根哦 然后这个向下来深入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相信未来基隆市跟著名美术馆也会有更多 而且更广泛的一个合作关系 所以我们是把整个基隆市当成是投物馆 也把整个基隆呢当成是美术馆 跨空间的一个串联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丽 基隆市政府和租民美术馆还签署了学校艺术教育合作计划 从10月1日起全市幼儿园国中小师生一年内不限次数免费参观租民美术馆 希望让更多的城市美学带入宇都基隆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111年全民运动会10月8号开始在嘉义县登场 基隆市长林又昌亲自授旗基隆市代表队 预祝凯旋归来 基隆市代表队这次总共参加22个项目 林又昌表示这次全民运动会夺牌奖金大幅提升 希望激励选手争取好成绩为基隆市争光 基隆市长林又昌亲自授旗给带队的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杜国震 111年全民运动会10月8号起在嘉义县登场 这次基隆市代表队包含选手及对职员共有355人 林又昌除了预祝选手凯旋归来 也宣布这一次夺牌奖金将大幅提升 包括第一名由4万元提升到8万元 第二名则有2万元加码到5万元 第三名更从1万元翻3倍到3万元 希望激励选手士气与信心争取好成绩 期许能打破上一届七金的纪录 我们今年特别修改了相关的规定 把这个全民运的一个奖金大幅的提升 那这个金牌呢从4万变成8万 那另外铜牌跟银牌也都大幅的一个增加 那我们希望今年的一个比赛 大家都能够全力以赴 然后超越上一次在花莲七金 三银跟五铜的一个成绩 那大家都做了最好的一个准备 那市长队我们所有的选手 大家有信心 基隆加油 市长与市议会议长超年代表 及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等人 也都自证加赛金 鼓励选手加油 为市争光 希望大家放轻松 我们全力以赴 我相信我们会再跟市长一样 我们期待你们的最佳的前击 带回我们基隆来 这一次基隆市代表队共参加22个项目 其中由常兴旅师傅武师团代表参赛的 农师运动 即以中正国中民俗体育班为主力的 扯铃跳绳等民俗体育项目 最被看好有多排机会 理事务的武师文会在全国是想定当 也到世界去 武师我们预计应该有 二支三面金牌 应该有这个机会 而且还有我们的扯铃跳绳这个项目 也是我们基隆的强项 那还有健美 我们很多项目 我们都尽量努力来为基隆市争光 基隆市加油 基隆代表队在比赛第一天就传出好消息 民俗体育跳绳个人赛女子组由陈宇珍拿下金牌 男子组正立官则获得第三名 接下来基隆代表队还将参加建立蜻蜓水球等项目 整个全民运动会预计在10月13号结束 记者张旗滩 有蓝营最强母鸡称号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10月9号贸宇到基隆合体 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一起到仁爱市场扫街败票 获得许多支持者欢迎高喊动算 随后侯友宜还到谢国良竞选总部参观 肯定谢国良已经准备好了 是最好的基隆市长人选 一看到侯友宜与谢国良 民众开心的送上凤梨祝贺当选 有蓝营最强母鸡称号的侯友宜 10月9号贸宇到基隆 与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合体 在仁爱市场扫街败票 沿路获得贪商与民众热情欢迎当选声不断 侯友宜说到基隆来 就是要力挺好朋友谢国良 因为他是最好的基隆市长人选 国良我认识很久 在当立委 人均打票 选择为基隆做事 所以我认为他来当基隆市的市长 会让新北基隆 甚至台北大家都能够共同 尤其新北跟基隆 最重要的就是基隆结议 那基隆结议我会跟国良一起共同承担 我们大家要负责让基隆人有一条路 很快速的可以到达大台北的中心地 让新北好 基隆好 我们一起好 尤其基隆的结议沿线的产业开发 科学园区的改造 我们都会一起来努力 对于也在竞选连任的侯市长百忙中 前来力挺 谢国良非常感激 也希望未来能与侯市长携手 一起为人民拼好日子 很开心 尤其新北市 大家都知道跟基隆是紧密相连的 那我们侯市长现在也是 国民党里面最有人气的首长之一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到他 帮国良加油打气 欧友宜随后到位于七堵的 谢国良竞选总部参观 由谢国良亲自导览 对于谢国良提出的捷运 电容车及教育社福等政策 欧友宜非常肯定 欧友宜还自证竞选小物 是时候了 祝福谢国良 是时候该当选基隆市长 为基隆市民服务了 这些的证件 不但在新北市也看得到成功的例子 我相信 以谢国良好好做事 认真打扮又在地人 了解基隆人 所以我相信 他不但可以做得好 甚至超越佛友宜 我相信国良一定做得好 敬请大家 好好支持 认真打扮为基隆做事 创造未来在地就业 在地安良 以及照顾弱宿执勤 照顾孩子们 最认真的谢国良市长 对于媒体最新公布的民调 谢国良持续领先 谢国良表示将继续努力 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我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更好 但是对手的实力毕竟是坚强 而且他们有中央地方全面的 这个用轰炸的方式来攻击我 所以我只能说 今天这个台湾指标民调 我只能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 包括副议长林佩强 市议员张芳丽 何淑平 吕美玲 秦珍 蓝敏黄 郑凯林 联恩典 庄农青等国民党议员 也在竞选总部与高人气的后酉仪合照 希望基隆新北团队共同努力 一起打赢年底选战 新北基隆团队在不在 在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 则在双十年假举办宠物讲座 与小青蛙剧团演出 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亲子同乐 并且强调市民才是最大咖 希望透过和民众的面对面互动 争取支持 在竞选总部举办宠物美容讲座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 抱着狗儿子通力献身 有营养师专业背景的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 许瑞茨也分享如何准备毛小孩的食物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宠物就好比家人一般 蔡适应强调 如果顺利当选市长 将打造基隆成为宠物友善城市 蔡适应希望有机会来接放基隆之后 未来我们落实第一座宠物公园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宠物公园我去过很多间 所以我对于宠物公园应该算颇有心得 我们希望把过去很多宠物公园 做的好的优点学起来 比较不好的地方的缺给我们可以改建 我们希望可以让它变成 台湾最好的宠物公园 趁着国庆廉假 蔡适应也邀请知名的小青蛙剧团到基隆演出 让市民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蔡适应特别向在场家长说明 营养午餐预算加倍等政策争取支持 蔡适应也贸宇和市议员候选人 陈宜及陈君佐合体 到新一市场扫接拜票 获得摊商及民众热情欢迎 蔡适应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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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竞选对手接连邀请侯友宜及陆秀燕等 大咖陪龙扫接站台 蔡适应强调市民才是主角 她会持续争取市民认同 希望让基隆更幸福 侯友宜来基隆来扫接 其实只有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看起来就是在做秀 那不像我们去每一个市场 我们都认真的跟市场的每一个好朋友 握到手 跟每个来市场 来下的好朋友握到手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市场许多好朋友 都对于基层出征的蔡适应 这表示支持的 他们觉得一个市场应该从基层出征 才能真正的了解基隆 至于又有媒体发布民调结果 蔡适应表示民调高低起伏 他会虚心接受持续努力 而从民调数据发现 大部分市民还没有真正做出决定 他会继续争取为表态市民的认同 最近有许多民调都表示出来 其实很多的市民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那市民在这个部分继续来努力 但是这些民调对市民来讲 有些市民是领先 有些市民可能打批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虚心接受 继续努力 最重要的1126才是重点 我们会争取不表态的市民 来支持蔡适应 一个从基层打拼下来的 真正的为基隆打拼的基隆支持 蔡适应也在国庆日当天提出 一区一拖婴政策 未来要在基隆各行政区建立 至少一个公共拖婴中心 希望帮助年轻家庭 照顾国家未来的主人 记者张奇藤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在市长施政总质询中 强烈质询对于安乐区 通勤族影响非常大的9026客运路线 会不会更改经营者 以及路线和站点的问题呢 基隆市长林佑昌答询 9026绝对不会停驶 以及更改路线和站点 亏损的部分 已经寻求交通部补贴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播放下班时间 他个人特地到台北南港 关心基隆通勤族 要回家排队 搭乘客运的人龙 强烈质询对于安乐区 通勤族影响非常大的9026客运路线 传出11月1号更改经营者 和路线以及站点的问题 所有会议记录里面 没有民意代表 立法委员没有通知 然后谁都没有 只有你们基隆市政府 其他都是民意业者 然后结果你们就要建议 新飘飘的一句话 你们的态度在哪里 你们可以找我啊 高阶主管 我可以上高阶主管吧 为什么不让我们能参加呢 所有民意代表 没有一个人知道 直到现在开始炸锅了 现在真正为什么炸锅的原因 是因为路线 本来的9026 是从附减天下上国到一高之后 然后直接从一高接三高 从12也就是戏纸Costco那边直接下去 到天良电视台 然后之后到南港展览馆 最后到南港车站 这是我们知道9026本来的路线 而未来是直接走一高下戏纸交流道 因为要去吸收去戏科的客源 这简直是本末导致 到南港上班上课的人口 远大于目前到戏科上班的人口 这不就是所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要让南港通勤组每天多塞在 戏纸的市区路上至少30分钟吗 而且是上班塞一次 回家再塞一次 最后面他们要干嘛 其他9026啊 我在南港展览馆 有多少个我认识的朋友 多少个认识的通勤组的朋友 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可是我知道他们在做9026 然后跟我讲说 副作 能不能帮我买跳啊 副作 我这不是赶快赶快去做1815 我要怎么回答他我不知道 由于市政府交通处长 苏先知达巡 还没有收到变更经营者 改路线的正式讯息回复 让副议长林沛祥非常不满意 因此要求市长林又昌达巡 说清楚讲明白 林又昌强调9026 绝对不会停驶 以及更改路线 亏损的部分 已经寻求交通部补贴 站在基隆市政府的立场 9026通勤的权力 一定会被照顾 我想副议长多虑了 第一个9026绝对不会停驶 那也绝对11月1号也不会停驶 我想9026他的一个经营 我们已经跟交通部 王国财部长已经协调过 亏损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但是9026对基隆的这个通勤组很重要 所以交通部也愿意来就9026亏损的部分 由交通部来进行补贴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想大家放心 这个市政府这边一定会照顾通勤组的一个权益 不会让这个路线去有任何的一个更改 那第二个是新筹设的这个业者 他如果要接9026这条线的话 站在基隆市政府的一个立场 我们是不希望他有任何的一个变动 如果他要有任何的变动 比如说他要改这个中简单 或者是在新北那一端 在台北那一端 他要去增设车站 因为这会影响到基隆这边同情组的一个权益 所以基隆市政府一定会站在基隆人的一个立场 来向交通部以及向公路总局 来提出我们的一个要求 那如果他要变更路线的话 那应该是思考另外给一条这个新的号码 给他而不是9026 就是如同刚刚在讲的 9026如果这个站点等等路线变很多 然后通勤的时间还要增长 那就不叫9026 我想这是市政府 也是我这边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度 所以请大家放心 9026的一个通勤的权益一定会被照顾 林佩祥强调9026从来没有停驶的问题 只是即将更换经营者 站点和路线被重新规划 等于被阉割 才会让安乐区通勤族气到炸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此云寺钥匙否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钥匙否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目科解王的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钥匙否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钥匙否店参拜 感受法喜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机动市议员王醒之 在市长市政总执询中 执询有关外木山 要新建天南气接收站 由民间所发起的护海公投 被台电以及市长双拖延 是为了避免年底选举 受到影响是阳谋 机动市长林佑昌立刻回应 不要贴标签 机动市议员王醒之 在市长市政总执询中 执询有关台电 要在外木山 新建第四天南气接收站 而由民间针对 是否要新建接收站 所要发起的护海公投 被台电以及市长双拖延 是为了避免年底选举 受到影响是阳谋 你知道吗 8月28号到9月24号 其实是有27天 相较于前面 我们刚刚地方性公投 送审到目前为止 已经破百日 这两个数字的差别是什么呢 跟市长报告 8月28日就是台电发文 询问基隆市政府 而相隔27天 基隆市政府就立刻表示了 原则同意 是有高效能的行政 这种角度对我们来说 我必须要再次宣称 这个是对台电开绿灯 对人民开红灯 是手拿审主 公投审主牌 脚踩人民公投权 这件事情 我们确确实实 没有办法接受 而此刻 我们也听说了一件事情 台电已经对环平提出展言 希望能够展言到年底 而内政部也准备把这个审查 再往后拖延 我们大家明眼人 应该都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 双拖延 目的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争议 拖过九合一大选 目的就是不要让这个九合一大选 在过程中 让协和四街这个案子干扰过多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基隆市的蓝绿市长之间的竞争 就算彼此挖粪 现在也都还呈现五五波的局面 我们知道最后最后的关键 就在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就是协和四街 第二个议题就是基隆捷运 在这两个议题上 就会见真章 他继续在挖粪 其实都没有用 但是此刻 如果要用这种双拖延的方式 来进行冷却 把环平拖到选举后 把公投拖到选举后 我们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林又昌市长 跟台电曾文森代理董事长 合计的阳谋 基隆市长林又昌立刻回应 不要贴标签 我想王一元不要这样贴标签 不不不 这是我的时间 王醒之则强调 目前年底基隆市长选举 蓝绿两阵营候选人 呈现五五波的局面 如果基隆市政府 最终最后没收基隆人的护海公投 他们一定会反扑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 从我们的角度看 我们看的是政治效果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说 基隆人没有这么容易 就会因此而退缩或冷却 我要说 如果基隆市政府 你们最终到最后 没收了我们基隆市民的公投 我告诉你在九合一大选 我们一定会反扑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天外天也埋厂堆 坏制了1.5万吨抵扎 市议员何淑平在议会质询指出厂商契约即将到期 质疑厂商存心摆烂 市政府环保局长赖焕宏达询表示 厂商提出计划 申请暂时堆置在紧急站制区 相关处置都符合法令规范 会要求业者尽快执行 再利用程序 天外天赋予公园 是不少人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尤其每年落雨松的季节 更是吸引不少人潮 不过有民众因为走错路 误闯天外天堆放废弃物的战制场 发现现场充斥了抵扎 轮胎弹簧床等废弃物 所以说民众就是等于说 误入了我们这个战制场 你看那整个都是废弃的弹簧床 就是我所说的弹簧床山 实际来到现场 床垫抵扎 弹簧床堆成好几座小山 其中这一堆市政府委托民间 处理焚化的抵扎 经过一年都还没有清理 市议员何淑萍在议会质疑 厂商故意摆烂 在这里市政府一定要追究永胜公司 你是跟市政府有合约在的 你这些东西是本来就是在你的 这个永胜的处理场 那你因为你说你的这个 你的机器要更新 那你也在去年11月也更新完毕了 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底扎山要运回去呢 那你并不但没有运回去 你还把你的机器运到这里来 就地的分解就地的筛选 那你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个天外天 这个垃圾掩埋场当做是你的工作场所呢 堆成山的底扎不仅没有运走 现在还有厂商积聚在现场施作 何淑萍指引厂商利用公家土地进行分类 去年2月你就发生了 那你环保局你一直不处理 而且还一直替这个厂商来说话 尤其是你发现它底扎山到这个现场 然后它的设备更新已经完成了 而且它还不叫它迁走 而且还让它就地的分解 不过市政府环保局回应 抵扎因为法令变更 厂商提出了计划 申请暂时堆放在紧急的站置区 相关的处置都符合法令规范 整个的废弃物处理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 本身主管机关本来就可以指定地方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指定 所以它在环保局的指定的场所 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和处置 本来都符合废弃物清理法的一个规范 那后续的这样处理完毕的东西 也经过检测合格 未来可以来执行相关的一个再利用 那这里就是因为 厂商有出动所谓的一个基距的一个部分 以后续处理费的一个计价 那我们再寻相关的一个 当初契约上的一个 合约上的一个计价方式 然后再付给厂商相关的一个费用 至于路标不清楚 容易误闯 环保局强调 富裕公园和紧急站置区 有不同的出入口 中间也有阻绝的门 也有明显的指示 避免民众走到站置区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你的设计我觉得 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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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